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先经好 今天咱们来继续 手掌之王 那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奇葩呀 这个游戏竟然是一个 这个互相扇嘴巴子的对决游戏啊 那这个的话 你们说我们在擂台 对决拳击 对决一些的自由搏击 或者是对决开枪都可以啊 他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另类搞笑啊 竟然是互相掌嘴 那么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话 最开始玩的时候 可能不看中这个观看广告 这个五倍的这个奖励 那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有必要适当去观看一下广告啊 因为我也会在闲暇时间 在没有正经录制的时候 会观看广告来获得一次的这个道具升级 那么咱们用广告来升级这个能力 就是血量跟单发伤害 并没有你完成一关这个关卡结尾 来获得广告合适啊 现在咱们这个二十多级的时候 一次是给三千金币 那五倍就是一万五 一万五千金币 咱们升级一次才 一千六啊 那么也够咱们升级个六七回的 掌嘴之王最强就是我 他要打我们了 我去这一巴掌打了 那基本上咱们要保证三发就可以搞定对手 同时不能让对面两发就打败咱们 所以一定要升级血啊 升级血才是关键 保证咱们能三发打败对面 哎 剩下这个金钱 咱们就升级血 这一巴掌打这个郭文包 那这个属于是一个奖励关卡呀 现在咱们已经升级了攻击力 还是比较强的 再来最后一下 他这个打击力度还是比较给力的 那每当获得胜利的时候 这个人都会原地的非常魔性的跳跃舞蹈啊 那咱们也是准备观看一下广告 获得这件黑衣服 我觉得还是比较帅的 好 已经看完了 这个广告时间我们就完全给大家略过了 同时升级了一下能力 这个黑衣服还是比较帅的 那咱们就来到了俄罗斯 跟这些这个俄国的这些朋友 来对决一下这个互相扇嘴巴子的能力啊 不得不说俄国人确实强了 你看把咱们打掉剩这点血了 但由于咱们是先手 如果这个游戏能增加一下 他的这个先手后手的事啊 就是说按照这个制骰子 或者是随机的分配方式 通过一种各种方式制骰子也行 那每次都是咱们先手 所以说这个赢的有点胜之不武啊 那么不如把一切叫给概率 那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很可能就导致咱们这种 往常这个正确的套路就会改变 哎呀这一下直接打飞出擂台了 超级猛啊非常强悍 好的这个人怎么长得像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发型 包括颜色也比较像 哎他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布洛克长的 中间702漂亮 咱们是满配出击啊 哎打完以后投情变了 投分立下来了 我去这个还有这样的特效啊 不错不错 那本期游戏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少了不满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